家長,當然,如果他何時決定 小朋友應該吃藥,不應該吃藥 當然要參考醫生的意見 醫生會根據小朋友的需要 或者副作用來決定 究竟小朋友應該吃多長效的藥物 或者吃劑量是多少 過輕的藥物,當然效果會有時 有時劑量不足夠,時效會比較短 或者效力比較輕微 但過重藥物會製造產生不必要的輔助 所以只要劑量合適 小朋友可以很安全地發揮功效 我們想得到的好處 例如專注力改善、粗行改善 甚至成績改善 希望在沒有輔助之下發生 所以家長只不過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如果藥物可以很大地幫助小朋友 產生一個很好效果 而亦沒有什麼壞處 不會有些很明顯的負重 其實可以安心地施用這些藥物